苗栗一所国小六年级体育班的潘姓男童 二十二号下午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才刚刚热身就突然昏倒 老师将他送医急救 发现竟然是脑溢解 经过了两天的救治 男童生命真相仍然持续下降 家属最后就放弃了急救 就如苗栗县这所国小的六年级潘姓男童 是学校的体育班学生 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 他和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 前往苗栗县立体育场进行训练 没想到还在热身阶段 潘姓男童却突然昏倒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吓了一跳 赶紧将他送往鼠立苗栗医院急救 鼠立苗栗医院当时初步诊断 南投是脑溢血 赶紧将他转送台中实力同众和医院 但经过在加护病房救治两天 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 潘姓男童的生命真相下降 家属放弃急救 办理出院返家把管后死亡 根据了解 十二岁的潘姓男童并没有病死 而且是体育班的学生 体力应该不错 事发当时也还没有进行剧烈运动 虽然家属相当伤痛 但对于死因并没有意见 不过检察官和法医 二十五日人对南投锦息枪宴 要查明死因 记得邱紫辈彭万群 苗栗报导